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还想赖在鲜宾礁不走 菲律宾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今天已经是菲律宾海警9701号马格巴努亚船 赖在鲜宾礁礁盘内拒绝离开的第52天 在这52天里 这艘菲律宾海警船打定主意 和负责看守它的中国海警3303船 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 在鲜宾礁内部打转转 就是不走 而与此同时 根据中国海警局于5月15日公布的 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中国海警有权在受批准的情况下 对涉嫌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实施居留审查 最长期限可达60天 而该新规将于6月15日正式实施 显然 对于正在鲜宾礁耍赖的菲律宾海警船 和菲律宾政府来说 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在此期限之前主动离开鲜宾礁 意味着菲律宾政府直接承认了 中国对于鲜宾礁的主权和管辖权 也就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彻底认怂 而如果菲律宾政府不允许该船离开 那么 到了6月15日 该船就可能面临着被中国海警扣押 船员被中国海警拘留的处境 中国海警和解放军已经为这一新规的实施 开始进行精心的准备 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6月2日至3日 中国海军在仙宾礁附近海域 举行了两栖作战演习 参演的兵力包括一艘071型两栖船物登陆舰 该舰在演习期间 出动了多艘气垫登陆船 以及多架直升机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 罗伊·文森特·特利尼达表示 解放军海军军演从上午11点 持续到下午6点 菲律宾对此表示反对 而根据解放军官方媒体账号 中国军号发布的消息 中国海军071型大型船物登陆舰 五指三号 日前在南海某海域 实施了一次多科目高强度实战化演练 从视频中可见 在演练过程中 五指三号的主炮副炮干扰弹 均进行了实战化发射 同时海军特战队员还进行了战术演练 在实战演练过程中 我海军将士均佩戴防火帽 一切按照实战要求 而五指三号两栖登陆舰的演练地点 从卫星图中可以看出 就在仙宾礁西南方50公里 在距离中国海警新规实施 还有约两周的情况下 在仙宾礁海域使用两栖登陆舰进行实战化演练 显然这场演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用实际行动给菲律宾政府发出强烈市警信号 如果6月15日之前 这艘菲律宾海警9701船 还不主动撤出仙宾礁 那么中国正在附近游异的这艘071型两栖大型登陆舰 将有可能投放大量人员和两栖作战装备 对菲律宾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并拘留船员 对于菲律宾而言 071型两栖船物登陆舰的杀伤力 要远比055以及052D驱逐舰大很多 这是因为071正是为了夺岛登陆作战而生 071满载排水量高达2.5万吨 最多可以运载一个满边合成营 另外071型登陆舰的海上支持能力非常高 可以连续航行上万公里 具备海上远程兵力投送和展开高强度登陆作战的能力 一旦触碰到中方的底线 对中方而言 就不仅仅是对仙宾礁等南海岛礁的保护问题了 而是我们已经做好了 随时出手夺回被菲律宾非法占据的其他岛礁的准备 比如南海的中叶岛费信岛等等 以071型登陆舰的海上兵力投送能力 再加上解放军其他兵种和作战装备的配合 一艘071运载一个满边合成营进入南海 可以一次性将被菲律宾非法占据的八座南海岛礁全部收回 此外 中国福泰号海底电缆铺设船 7日早晨抵达黄岩岛以北海域 实施海底电缆施工作业 这是近年来 该类中国船只首次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 根据7日早晨7点20分的船舶定位信息 该船位于菲律宾所声称之专属经济区内 北纬16.76度 东京117.48度 黄岩岛以北海域 速度7.8公里每小时 并且仍然在继续向东南方向行进 资料显示 福泰号海底电缆铺设船 隶属于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海底光电缆铺设 拥有福泰 福海 宝马三艘施工船 而目前正值中非两国南海争端日益紧张的时刻 福泰号海底电缆铺设船 此时沥临黄岩岛附近海域 令外界生出很多遐想 怀疑中国将在黄岩岛重启填海造岛 作为南海重要的交通要道 黄岩岛附近海域一向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进出南海的重要通道 在该海域的海底 美国海军据信已布设有相当数量的探测装置 用于监控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 而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月19号发表的一篇报道 美国海军对于布设在该海域的海底光缆和探测装置 极容易受到中国电缆铺设船的干扰 深表忧虑 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福泰号电缆铺设船 今天早晨出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 究竟从事何种作业仍然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不管是做什么事工 对美军来说应该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最近有外媒抱怨 中国阻止其他国家的公司在南海修海底电缆 英国金融时报宣称 中国正在通过冗长的审批流程 以及严格的限制措施 阻止一些经过南海的国际电缆辐射计划 一些电缆不得不避开南海 这种报道让我们觉得很好笑 西方是不是觉得 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南海主权主张 自己真的可以在南海为所欲为 九段线以内都是我们的地盘 不管谁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遵守中国的规矩 事实上 辐射海底电缆不仅涉及到谁当家的问题 还涉及到我们的国家战略安全 南海是中国周边海域面积最大的一个 同时也关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壁垒 战略核潜艇的主要活动海域 这也意味着南海的水文和海床地理信息 都是高度机密 绝不能轻易外泄 但是另一方面 辐射海底电缆必须掌握海床信息 用于辐射电缆的船舶 本身具备很强的探测能力 一旦放任他们乱跑 鬼知道他们会跑到什么地方乱看 除此之外 南海主权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些国家以为靠着域外势力撑腰 想通过这些商业行为 制造所谓中国没有管辖权的既定事实 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南海是我们的地盘 如果想要辐射电缆 就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办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回应此事时 表达了这一层含义 中方对经过南海海域的所有电缆 都具有无可争辩的管辖权 在服从中方管辖的前提下 中方欢迎外国企业 与中方企业合作 共同在南海地区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更可笑的是 美西方制裁中国的海底电缆公司 限制中国企业在大西洋辐射海底电缆 又要求中国在南海铺电缆仪式 给西方开绿灯 只能说西方有些人的傲慢 真是用起来完全不看时代背景 炒作所谓中国阻挠南海电缆仪式 不过是西方在南海问题上 继续围攻中国的戏码之一 除了辐射电缆之外 西方在南海的小动作还包括 投放无人潜航器等 中国与他们的过招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但是很明显 偷鸡摸狗的行为 永远无法胜过堂堂正正的实力碾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